哈喽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請到華信投顧謝文分析師 老師好 大家好 昨天指數上漲 融資卻還減肥 散戶像壁虎一樣在牆壁上看 老師你覺得這該怎麼辦呢 好的 其實我們千涵講的非常非常好 而且這個標下的非常好 因為我們看到 昨天的一個所謂的散戶的融資 在做一個所謂的減肥動作 那為什麼減肥 因為根據過去的經驗 因為千涵還很年輕 看起來應該只有20歲左右 每次台北股市只要來到1萬1千點 叫做萬一 大家講萬一 然後就會出現大幅度的回檔 所以說每次只要來到萬一 散戶已經把這個慣性給學起來 所以這是為什麼 昨天台北股市重新回到1萬1千點 散戶一直在賣最主要的原因 可是這個賣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基本上我一在教育大家 我說有時候你們到底是做股票 還做指數期貨 你要分清楚哦 尤其如果說你是做指數期貨的 在上個禮拜三 我請問大家台北股市一根長黑K棒 長黑K棒的一個所謂破底 那時候有很多人跑去做一個所謂賣權的 一個所謂買進 那我只要問大家一件事情 指數期貨上面操作 最恐怖的地方就在於說 你手中沒有多單 你就會想要放空 你想想看昨天的行情 昨天台北股市跳空開高 他有一度往下做一個擊殺 可是那個點 如果你跑去放空很抱歉 再到今天為止 你又被嘎了90點到100點 你又輸到一個所謂斷頭 那最主要的一個所謂的原因 就在於說 你們根本沒有在看個股的結構 那個股結構 我只要請問各位 這一波之前之前上半個月 表現最弱勢的族群 就是OTC的一個所謂指數 那時候我講坦白 我就台北股市 我有一點擔心 因為只有一家烤肉 我們之前跟大家報告台積電 要做到台積電 就台積電每天都在創波段新高 結果很多小型股不斷的往下殺 可是如果說你現在回過頭來看一下 OTC的夜水指數 OTC指數 今天有沒有形成一個所謂W底 有沒有形成一個所謂主底的 一個所謂完成 更重要的重點 今天連蘋果那一些老Coco的 一個所謂的股票 從來沒漲過的一個所謂的貼合式的面板 不管包括TBK 不管包括656GIS都往上漲 那我請問大家 個股的結構是好還是不好 來再變 上一次來到1萬1 然後就往下崩盤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 他來到1萬1的時候 他是拉全值股 可是小型股那時候已經出現了 一個所謂做頭的狀況 可是現在你仔細回過來看 5G裡面的老大2345的資本 還在創新高 那是代表個股的結構 他是不錯 那如果說你真的還是很擔心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了 目前台北股市 他的空方防守價落在11429點 如果來到這個價位 你就要非常非常小心 就不要再追了 就不要再追了 因為他已經來到了一個所謂空方的 一個所謂最大容忍的 一個所謂滿足 來到那一個點 我們到時候再跟大家做一個所謂報告 那至於說選股要怎麼選 來我們看一下這張字卡 基本上現在大家才知道說台積電 哇什麼調高平等調降平等 我只要問大家一件事情 一個月前 如果說你有看我跟千涵的連線 那時候人家是外資是調降台積電平等 那時候我還幫台積電平等 我說現在如果說你到中國大陸去 5G的一個所謂發展跟應用 甚至包括AI的夜水自動化 已經嚇死人了 你怎麼可能會去調降台積電的夜水平等 第二件事情 如果說只有台積電漲 他的上游 上游最簡單 上游就矽晶圓 台積電上游叫矽晶圓 矽晶圓環球晶 今天環球晶還在創波段新高 如果說只有台積電一加漲 然後矽晶圓跌的亂七八糟 我就會很意味跟大家報告 那是漲假的 結果今天的這兩個族群都往上動 那重點就在於說 其實股票市場上面 基本上我們都知道台積電 在這個禮拜有法說會 法說會應該是非常非常的夜水亮麗 因為我講坦白 台積電的夜水先進的製程 已經超越了三星 已經超越了Intel 甚至於現在我們發現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Intel現在在整個晶圓代工這個區塊 他有些訂單 他是直接下給台積電 對 他直接下台積電 因為他做不出這麼高階的 一個所謂奈米的夜水製程 所以他直接下台積電 那台積電的夜水部分 我知道很多人會講說 他漲成這樣子 未來會不會形成導狀的夜水反轉 那很簡單 多方防守價290塊 麻煩你把它記起來 只要沒有跌破之前的話 基本上他的趨勢還是往上走 那同樣如果說我們再看下一張的 一個所謂圖卡 那麼基本上我們看到今天 我們剛剛一開始跟大家開中明義講說 蘋果有一些老Coco的股票往上漲 那如果蘋果概念股當中 老Coco的一個所謂股票 他是往上漲 可是4958的真頂 他的真頂是領先 領先平概股先往上漲的 如果真頂反向跌下來 那我會告訴你 那就標標準準的交叉出貨 拉東出西 可是我請問各位 今天的一個所謂的 不管包括TPK 乃具GS 他往上漲 其他的一個所謂蘋果相關概念個股 有沒有往下大跌 沒有的 所以說沒有交叉出貨的問題 可是問題就是在於說 TPK 他之前套牢的籌碼非常非常多 這是為什麼現在才幾點幾分 你們看到TPK爆大量 有 所以說明天如果來到空方防守價66.4 就不要再做一個所謂亂追的動作 那第三張圖卡 如果說現在就一般投資朋友的一個所謂角度說 現在錢一直進來 那我的投資組合到底要怎麼去佈建 基本上在投資組合佈建裡面的話 我問大家現在外資期貨的多單多不多 多啊 5萬多口 5萬多口的一個多單 然後現貨一直買一直買 那麼明天拉高結算之後 搞不好會延伸到11月份再做拉高結算 那如果說他要持續做拉高結算 然後把他的籌碼都鎖住的情況這樣 金融股當然是不可或缺的業主流 那麼更重要重點 一般人的業主投資 你可能滿手電子股 結果一到空投格局全部掛掉了 所以說你的業主投資組合裡面 就要20%是放在金融股的一個所謂部分 那金融股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看指標股 2801的張銀 他平台僅限也就前波的高點 落在21.9 21.9 如果說往上突破 大家你忘了張銀 張銀股本1100億 他也是一個標標準的全值股 他的全值成分不亞於台積電 所以說我建議 如果說張銀往上去突破平台壓力的話 那當然投資朋友可以特別去做留意 同樣下一張字卡的話 我們就看到了 有關於被動年限 我今天就要解被動年限 很多人說謝老師 被動年限爆大量 爆大量怎麼看 那很簡單啊 今天華興科爆大量 奇力星有利多也爆大量 你只要去觀察他的多方的防守價 183.5 只要日線沒有跌破之前 最爛的一個所謂狀況 就走一個所謂箱形區間 所以說在個股的結構 他是有利於多方的情況 我建議大家真的要偏多操作 謝謝老師的分析 那想要知道更多財經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的Line at 那財經紀元室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